今年3月份才刚启动的花莲第一座集中升职能源中心 趁着疫情稍稍趋缓 花莲协议会的行政小组就南下考察 特别来到了葡石阁升职能源中心 透过工作人员简报说明还有实地勘察环境 财政小组召集人表示 目的要更了解这一间葡石阁升职能源中心的运作和工作 今年6月才刚刚启动的花莲首座集中升职能源中心 趁着疫情稍稍缓解 花莲县议会行政小组就南下考察时 特地一早来到葡石阁升职能源中心 透过工作人员的简报说明 以及实地的勘察环境 财政小组召集人表示 目的就是要更了解这间葡石阁升职能源中心的运作以及工作 对于这个序幕的注意跟影响这个部分 去做实地的一个勘察 跟这个实地的了解 作为下一次我们议会针对我们序幕相关的规范 跟所谓的环境污染的这个部分 跟了解可以更能够去协助 我们在对序幕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建议跟一个措施 另外第二召集人杨华美表示 因为大家对于序幕业环境还是有很大的疑虑 所以藉由这一次的考察来实地了解状况 我们这次来看就是在想这些所谓的空气的污染以及水源的污染 因为养猪啊养牛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是民众比较不能忍受的 那这些气味或者是这些粪便尿液到底怎么收集完进来 进来这个厂区然后能够做有效的发电 发电或者是升职能的处理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我们这次想要来看的重点 艺人的潘岳霞则表示 华丽县政府环保局也是有协助升职能源中心做最好的早气把电 经济循环再利用 因为也曾经发生过气暴事件 大家就更注意安全设施 那我希望在未来我们在合法的序幕业的所有的业者 能够早气的部分来到这个地点 能够配合环保局整个的政令的一个宣导 能够做得更完美 然后再让我们让我们的一些废气的沼渣能够处理的更完整 不是个升职能源中心设置在玉里镇的三名里养殖砖区内 透过操车管线将废水分尿送到升职能源中心处理 对土地还有河川将更安全 每年预估可以减少畜牧废水排入河川将近8万公吨 每年可以产生大约有80万度电相当于250户住家 用电容量减费节能效果好 计划在瑞瀉箱投入更多经费 建置第二座 记者高雄雄玉里镇 赛宝报道